大家好,我是钓鱼人 大家好,我是钓鱼人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鱼能分辨鱼的味道 它们是怎样分辨的 许多有经验的钓鱼人 他们有通过很多种的实验 来证明鱼是有味觉的 鱼的味觉器官有分两种类型 但鱼的味蕾和人的生长不会不同 人的味蕾只是在舌头 还是下饿 而鱼的味蕾,它们生在它的唇 还有口 还有它们的咽喉 腮部 还有它们的纹部 还有很多表皮的当中 牙齿中间 还有它们的口腔 还有其它族存的地方 有的还遍布全身 甚至有些鱼在起上面的味蕾 所以鱼类不像人类 这样子一定要用舌头 才可以接触 分辨到那个味道出来 鱼类它们只要接近 或者是接触 就是说 接触食物 不用掌口 它们就已经分辨到那个味道出来 这些人了解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大多数鱼只要轻轻的碰一下 它们就知道鱼的味道是怎样了 或者是 你在钓鱼当中 它们 你们的那个饵料 就是慢慢跌下来 慢慢跌下来 就是露出来 就是在那个 水流里面这样经过 它们就会 分辨出 那个饵料的味道 然后就知道 那个饵料是否可口 是否好不好吃 如果是觉得不好吃 它们会 缓缓的就是游走 OK 所以根据观察 以于它们要吃饵料的时候 它们会经过几个步骤 第一 食物的气味引起鱼的注意 第二 鱼向气味方向的来源来寻找 第三 它们接触食物的时候 它们会先用它们的醇 或者是它们的 会闻一下那个食物的味道 来试探一下 我们也要来试探这个食物的味道如何 第四 如果它们觉得那个饵料的味道不好 它们会游走 如果是觉得好的话 它们会吃进去 第五 它们还要常常做决定 就是 是否 要不要把这个饵料吃掉 它们会做一个很优移的决定 我们钓鱼的人都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就是有时候 那个鱼 它已经是把那个饵料吃进去嘴巴了 过一会它又会把它吐出来 那么钓鱼的人就这样失败了 因为它们有些鱼的口比较少 然后它们的那个鱼部有叫硬的骨 那钩间它就是不能轻易钩住它的那个鱼嘴 如果钓鱼的那个人 它提杆的时候 就是来不及 就是失去了一个这样好的机会 所以要钓这些 味觉比较灵敏的鱼类 要抓住鱼类吞丝的时机 然后就要立刻提杆 让鱼狗刺入鱼嘴 不要让它逃脱 钓鱼者应该清楚就是 就是炸食性的鱼类 还有炒食性的鱼类 就如青鱼 鱼鱼 鱼鱼 还是炒鱼这类的鱼 它们的味觉是比较灵敏的 而且它们对那个口味 是比较有高要求的 它们这些鱼类 它们对酸味和口味都很反感 出来就是对那些有香味的 然后很甜味的那种 就比较有点兴趣 如果是它们使用的鵝是很香 还是很浓很甜的味道 就比较有很大的机会 它们的收获就会很多 受鱼虫味觉是否灵敏 第一类是吃食物很谨慎的鱼 它们在食物前面会很谨慎 而且会产生很多疑心 它们先尝尝下后再吃 然后再反复再吃 反复尝试后才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一类鱼类是属于味觉灵敏的一类 另一类是范范范范 看到就是吃了的 不是见耳旧吞 大多数就是耳别发味觉的功能 或者是味觉痴吞的那些鱼类 如果钓鱼类 它们要钓前一类的鱼 所以它们的耳鱼要提供的香气 还有那个味道 而钓后一类的鱼类 它们要注重它们的外形 还有它们的颜色 我的影片就到这里 很短的解说 是否有说错什么东西 大家请见谅 或者是在评论底下 告诉我有什么疑问 有什么问题想问 你可以告诉我 我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订阅,分享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给收到我们下一集结束 再见 拜拜